万分车队竟然喜提43分 大礼包直接原地气晕 确切来说是打了三把掉60分大分 因为这一把的限定挑战竟然被黑子抓 职者的腰终于是断了因为两次失误 直接喜提战神60分大分心态特别崩溃 也导致我多加班几乎十个小时 到现在都没休息才把分补回98 现在赛季中期队友的段位已经来到全区榜 二我们现在想加分可谓寸步难行 因为刚刚那一局的43分大分被人恶意拦截 导致我们的进度一整天白费 在此之前先看各路防守的分数普遍 才在7700左右 我们队伍在经典和超体的混合双打下突出重围 拿下企鹅区第二个8000分战神 在不见断努力下终于来到凌晨五点 马上补回肚竭就只差最后的两分 这一把火位到奶妈而且有军事基地的航线 那就直接打落地价拿淘汰 火落伞是比他们都要快落地 先拿到枪那就是收割直接出去追着打 再说不说差点 让他跑掉连打带不扣直接出来清防区 听脚步远上小刀是有一个直接爆头线 拿下准备摸包没想到竟然还有老六 劳了一晚上难道这一把又要洗骑牢大 心里自然是不好受的必须发力 打起12分精神复战处决 我路防清完彻底发力直接来处推激战 正好让我看见两个白痴的头必须替敌人收下 我这里也是很细节优先补倒的防止 拿不到可以看见的 另一个跑道坑直接捏雷 真的舒服 又白捡一个头全部收入囊中 被打了黑枪估计是他俩的队友直接反打不换血量 在我捏雷一瞬间 有人落伞的我脸上仔细听脚步 预判提前枪拿下 细节卡 左手为防止前面的人趁其不被过来劝 也是让我预判到了他的预判 快他一步没想到反应 也很快跟我打拉扯 起烟墙作为掩体防止被人回落 这时候多收集信息仔细听脚步 刚刚的次元准备突我脸来打估计 是看见我没有头盔 一个小细节贴烟边打他一瞬间 是看不见我的儿子 我是脚里可以看见他直接无声抬走 脸上还有二落仔搞突袭直接回头反打 注意看爆破的追风雷 是分我而来仔细听脚步 张烟中恶鬼打他突起不意 脸上的全部清完直接来追激战 闭上麦克风仔细听 爆破给我们压大招风位置脸上 还有人直接驾窗口抬走 很细微的脚步声 在我激战二楼事态一波打击前枪 人是真的多纳就卡二楼楼梯等他们顶 我这里拉到门口也是发现 有人想扑持自信收枪 竟然反备火箭阵台 这锅打得太着急 没有处理细节复活在踢成继续清人 脸上的火箭绝对残血防止 他玩不起大飞掏榴弹多打拉扯 想学我的喷子 可惜还慢一步拿下15个淘汰 继续当埋太王 顺便就没用的队友脸上激战 还有人跟我抢捏火锋位置 直接切喷子去看台走 远着野区抓人 最开始我这边是有个妹妹响点激战 那肯定是不能放他走的 没有车根本跑不到哪里去 在树后趴着就以为 我看不见直接跳车拿下白给的淘汰 这一把是万万不能上头 最稳健打法还是全队控金叉 海里的金叉空投给的那是相当私人 最有用的也只有玻璃大炮可以换 最起码新版本玻璃大炮 也算是加强不少30的伤害没有变 只是从之前减少20血量 改为减少10滴血损失最小化 这一把因为队友特别老我 从开局打到现在只能让高分队友出去打 过17个头也已经可以加大分 而队友的榜2分数 如果这局没有高淘汰 那就面临吃鸡不加分 等队友清完人决赛圈 踩住迷宫楼切脚点 用站点打法不平推 基本上都是平原圈 而且还有报告 如果出去推很容易 掉点被卸转 队友多年的好习惯 竟然随手一扎探测出来 并倒露数时吓一跳 就好没有人单独 还还减破过可想而知 只有一个人速推 这下房区彻底排完没搞过 新圈彻底刷给我们迷宫楼 这一把可以判定 我们这里就是天理圈 房区踩住特别吃香 只要其他人敢动 那就全是把子 还有人骑马过来 瞧我们的点 直接拿下18个淘汰 因为之前我被这种学赛圈 空军制裁过 有了阴影 手上正好有大号在地的克星等 他从我们头上 过去四个人急火打炸 马老师 这是第一次 对一发是真的的强盗 直接在百米高空一敲 把他爆头 那么到现在 我已经拿下19个淘汰 只差最后一个凑整 一开镜又看见一条毛毛虫 直接告诉马上的 现在13个人造权 我而且全一直刷给我们 最开始车户 对对还想起烟跟我们打 在山上和我们房区 两重包围一下 那必然没有存活的几率 火箭大飞精准小射 拿下列队 到现在也已经拿下20亿个淘汰 我完了 我完了 先放有危险 他马上好 听见队友的爆点 术后还有人 他等下也肯定是 要出来的仙价 他没准备开盗 竟然还有人给我爆楼枪 幸好反应过来 不然就要洗皮眼打袋子 还是想吃掉 果那么直着 直接切剧架点 我三百大飞 前方有危险 没关系 看他飙伤了一点 要不 在队友拉枪线的情况下 对面全都是把子 直接列队 场上只剩下最后一个人 本来以为又会是一场煎熬 队友的英雁 在决赛圈发布大 对面小技术 也能直接拿下 那么这一把8200分 战神40星的超体全队 拿下70个淘汰 也是非常顺 顺便看向我21个淘汰 差两分的度结局 又能加多少 也是非常无敌努力了30分钟 洗提7分 更没想到12个头的局 加7分 而这一把反过来21个头 竟然也加7分 再回顾下 刚才60分大礼包 这下知道我们的段位 现在有多难打 不但每天要十几个小时 高强度追绑 而且还不能面临一点失误 队友的段位 也即将来到8300分 即将拿下企鹅区榜首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全队还洗提40分大礼包 非常拖节奏 直接一整天的进度白费 这条视频 我也想表达另一个观点 战神也是人宝一 也是人而不是神 谁都有失误的时候 没有不败战神 都是在失败中 吸取一次次教训